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黑频道,这期节目呢我们再来聊聊俄乌战争 如果说放到之前呢,半年前一年前,这个话题我真的不太敢聊 聊这个话题,起不到给观众朋友们做心理按摩的这么一个效果 大家喜欢看那些北京中南海,特别是那些什么后宫艳势之类的 为什么说甄嬛传,为什么说米月传之类的连续剧 为什么这么多人看到,大家都喜欢看这些香艳的一些内容 来到海外时政区,那就盯着中南海窗底下那些事 所以说现在就无所谓了,咱们该怎么聊就怎么聊 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聊什么事情 回到这个事物的根本,尊重既定发生的事实 乌克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乌克兰它的人口大概是在4000万左右 这战争打了两年,往欧洲往其他国家跑的人 跑了大概得有一千万,这是损失了四分之一人口 然后在乌东战场这一块呢,又有一千万人 左右吧,成为俄国人的版图了 成为俄罗斯的版图了 这又损失了一千万人左右 然后在战场上呢,又战死了几十万人 这是数据啊,你要说这个打仗啊 打仗哪有不死人呢 俄罗斯那边也有死人呢 俄罗斯那边也有一些什么高层的将军啊 阵亡也有啊 双方呢,战存比来说啊 乌克兰那边死的人是多于俄罗斯的 这是既定事实 还有一个既定事实是 就是乌东被占领也是既定事实 非得要谈什么正义,非得要谈什么侵略 那么当初顿巴斯地区发生的 惨绝人寰的屠杀 这也是既定现实 所有的问题都要站在一个既定现实的基础之上 去思考 现在呢,给大家看几个视频吧 这也是一个朋友别人的骂他啊 鉴于骂我的一些人中有一些是乌粉 所以说今天也不管了啊 跟着乌粉也宣了 说你们就是一帮大傻 这个乌军已经大势已去 前线战场投降如潮 孕妇都被征兵啊 高层腐败卖武器 瞎指挥投机到吧搞物资 他说我大鹅为伍啊 这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啊 我没说挺鹅啊 说干倒小屋知日可待啊 这几个视频都稍微过一过啊 把声音都关掉 看着啊这是乌军开着坦克挂着白旗向俄军投降 这里还有一段啊 俄罗斯的一个商人啊 他说什么干掉美国援助乌克兰的坦克呢 奖励8万美元 然后这个俄国的军人看到之后就是笑疯了 他说为了拿到这笔钱啊 乌克兰人会自己炸毁坦克啊 他还说啊 甚至他们会为了争取啊谁能够有权力去拆毁这个坦克而争起来而打起来 这是一个视频啊 还有这个是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热传的 是一名怀怀孕的乌克兰的女兵向俄军投降 视频拉到这里 你明显能够看到在胳膊上那个蓝色的啊 条纹 再加上这里胳膊上的乌克兰旗 这个女的说别开枪 我怀孕了 然后俄军就反问 你怀孕了 你怎么在战场上面啊 怎么一回事 都惊大了 谁让他来上战场的 谁让他来上战场的啊 各位之前还在支持乌克兰的朋友们 你想想把孕妇都推向战场的这么一个政府 他不该灭亡吗 还在听媒体的风 还在听媒体的新媒体的 被骗这么多年该醒醒了吧 其实现在战争打到这里啊 可以判定啊 这个战争快结束了 俄乌战争快结束了 虽然说现在还在继续啊 你比方说俄罗斯在前几天又往战场上投放了 大概几百辆坦克吧 然后同时呢 还俘获了北约的一些坦克 然后那些军事教官还在教啊 这个北约的坦克我们怎样去使用啊 也拿过来用了 就是说这个战争还在打 但是在战略层面已经没什么劲了 同时呢 援助呢 还在援助 比方说乌克兰还找美国要多少炮弹 这个数字我可能记得不太清楚 是1600万发还是要4000万发炮弹 1000万计的要炮弹 然后美国这边的相关的顾问就回复了 整个欧盟都满足不了他这个要求 包括美国也满足不了他们这个要求 而且现在巴以冲突在加沙地区还是在打 而且打的比以前更激烈了 哎呀 我都不太忍心去看那些画面啊 在这里不谈什么意识形态 谁是穆斯林了 什么和平宗教了 还有什么圣经了 以色列了 留着密于奶的地了 我不想去讲他这些话题了 反正就是看那些埋在废墟里面的孩子被挖出来 妈心都流血啊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你还在谈立场 是很没人性的 知道吧 所以说加沙地区还在打仗 美国怎么再给乌克兰援助 不好援助了 但是哎 有援助谁援助啊 韩国好像给乌克兰援助了大概300万发炮弹吧 啊 运过去了 这里就牵扯到一个远交进攻了 韩国试图跟乌克兰打好关系 给乌克兰运炮弹 然后呢 牵制俄罗斯 能够最大化的牵制住俄罗斯的兵力呢 那么在朝鲜跟俄罗斯这一块 对 朝鲜跟俄罗斯也是属于边境接壤的国家 牵制住俄罗斯在俄罗斯战场上的兵力 那么俄罗斯就不太可能给朝鲜援助 那么朝鲜就不太可能威胁到韩国 是这么一层逻辑 但是朝鲜此时此刻是什么动作呢 啊 你韩国你援助乌克兰 那好 那我就援助俄罗斯 这是朝鲜的态度 对 你不要看这个朝鲜这个国家 它很落后 老百姓饭都吃不饱 但是造炮弹嘛 它不是什么高科技 不是什么高尖尖的火 不是说造导弹 需要什么精确制导 并不是说造原武弹 清弹 弹脑导弹 洲际导弹 这个高尖尖的玩意 朝鲜造不出来 但是普通的炮弹 还是能够造出来的 什么155毫米的炮弹之类的 在这里 它可以扮演一个制造业 这么一个工厂的角色 不管它是援助给俄罗斯 还是卖给俄罗斯 也卖个人情 国与国之间 你现在再去看 你再去谈什么正义 邪恶 我觉得实际很幼稚的事情 国与国之间只看利益 这几个国家很有意思 不管是俄罗斯 还是中国 还是朝鲜 这几个国家 它都是独裁者 金三胖 他是独裁者 习近平也是独裁者 普京呢 普京他在位这么多年 他也是独裁者 如果你一定要说 独裁就是坏的 民主就是好的 那谁来定义 这个好跟坏呢 又是哪个教科书 哪个专家的论文告诉你 独裁就一定坏 然后民主就一定好呢 敢开这个脑洞 敢这样去思考的 我佩服你 那好 咱们延伸着再来聊一聊 朝鲜跟韩国之间的关系 即使他们都往乌冬战场上去援助 但是在战略层面 改变不了最终的结局 就是在俄乌这一块 可能要掩其息鼓 美国都说了 我给你的援助 这个月就干光了 以后再援助 可能就援助不动了 现代战争跟古代不一样 古代战争打的是粮食 打的是人口 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钱 一个炮弹下去 几千美金几万美金 一个导弹下去百万美金 如一个F16 或者说一个F35被盖下来 几十亿上百亿没了 这多少钱 没钱就打不了这个账 那么俄乌战争如果说要停的话 这个世界就消停了吗 不可能消停的 其他地方还在继续 你比方说朝鲜跟韩国 是不是因为援助俄罗斯跟乌坎的问题 是不是这个矛盾又加剧了 所以说你看当初川普的时代 川普是第一个踏进朝鲜国土的现任总统 那是一个化时代的一幕 当时川普跟金三放互相握手聊天 然后还问金正恩 我可不可以进来 金正恩说可以请进来吧 然后走两步走两步 然后那些记者兴奋的 哇靠赶紧拍照 历史性的一刻呀 金正恩先不否认他是个独裁者 先不否认他在国内 杀了张成泽 采取一些把清除异己 做了一系列的动作 但是川普这一脚跨进去 韩国跟朝鲜的这个 敌对状态是不是就大大缓解了 你看韩国的首都首尔 离百门店离三八线 直线距离一百公里都不到 就是说两国一旦开战 朝鲜的火炮 顷刻之间就会让首尔一片火海 所以说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比较佩服川普的政治首尔 他主动跟金正恩说 我能主动到你的国家来走两步吗 那从金正恩的角度 我靠你这么一个大老爷子 你请给我金三炮面子 我是80后 按照辈分我应该喊你爷爷 但是我感觉你很给我面子 你作为一个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总统 你很给我面子 那么我就以理相待 你川普的任期 我不搞事情 我也不挑衅谁 我就过好我自己的小日子 这叫政治首啊 那么现在两国关系又紧张了 所以说俄乌战争的结束 有可能代表着其他地方冲突的开始 今天这期节目呢 在半岛这一块 在朝韩这一块 先埋个影子 这是将来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地点 那么还有哪里呢 台海也有可能 动不动对台军售了 动不动我就卖给你军舰了 又卖给你飞机了 我不止一份的表达过我的观点 台湾对大陆啊 就是一句话 给足面子 然后获悉尼 再持续个50年就可以了 大陆不是要面子吗 你给他面子 但是呢 你各玩各的 你不招他 你不惹他 你也不要说逞能的话 军事这一块呢 基础的防御威慑能力要有 但是不用占用太多的资源 那台湾老百姓压力也大呀 这两年看待台海的问题 就能够感觉到啊 这个国际势力啊 不断试图在供火 我很讨厌供火这个词的 知道吧 就是太海这一块 将来也有可能出现问题啊 埋个影子 那么还要哪里呢 今天又看到啊 委内瑞拉跟贵亚纳 又因为这个领土的问题啊 我宣布你贵亚纳这个地方 又归我委内瑞拉了 要知道委内瑞拉这个国家 它就是一个坐在石油上面的国家 它的国土下面有非常多的石油 但是这个国家啊 烂成战啊 之前只要卖石油 整个国家都可以吃饱喝足 富子流油 如今搞成这样 你以为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做吗 那么国际政治势力往里面又影响多少呢 啊 要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说在委内瑞拉跟贵亚纳这一块 将来会不会再出现新的问题 在民主党的任期之内啊 肯定是不太平的 肯定是需要一些啊 这个战争的 比方说这个美债的利息啊 现在已经超过军事开支了 啊 那么怎么办 可能未来一两年 再发动一些新的战争 包括明年是一个选举年 在这里根本就不用预测啊 民主党肯定连任了啊 虽然这话不好听 虽然这话听起来很丧气 但是你要做好这个充分的心理准备 从2020年的时候 我什么事情我都往好的地方去想 然后所发生的事情 全部都是最坏的结果 打鸡血 那不是骗人吗 我不想给大家打鸡血了 我想告诉你 明年民主党肯定连任 然后再做好这个通货膨胀 进一步加剧的心理准备 之前我光喊着 国内的朋友囤粮啊 国内要崩溃了 经济崩溃了 房子产崩溃了 现在没想到国外现在 通货膨胀这么厉害 囤粮赶紧在国外囤粮吧 有在国外生活的是吧 有些家里有条件的 无前无后都有院的 你开辟几个菜地出来 你力所能及的种个十种八种蔬菜 每个月能给你省不少美元 有条件的再装一个太阳能发电 住在北美比较寒冷地区的 到了冬天你赶紧处一些木柴 到了冬天你取暖 那烧店很废大 虽然说俄乌战争结束了 但是其他的地方很可能燃起新的战火 好吧 大家充分做好心理准备 囤粮吧 这次喊话的不是国内的朋友了 喊话的是在欧美生活的朋友们 囤粮吧 自己种菜吧 养鸡 不对 好像在北美地区 你自己有大院子 还不让你养鸡 你的花园 你要是不修减 还罚你款 还私产生争不可侵犯 你房产税三年不交 政府就给你收走了 一算下来 每月的房产税 好像比我这边房租还要贵 我去美国的房屋永久产权 这个不是今天的话题了 再买个影子 以后可以去聊这个话题 美国房屋的永久产权的问题 没订阅的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当然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